打造好的身材比例会比穿高跟鞋重要很多 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Hot Talk 最近呢我有看一个综艺叫做《红然在心动》 我对王子文的印象其实还停留在很多年前欢乐颂里面取消消的形象 那这次的综艺里面呢,它不管是气质还是在穿搭上 都非常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魅力 那它有提到它的身高只有158 所以说娇小身材的女生啊不一定要走甜美风 不一定要走女团风 也不是非要穿上恨天高才会有气场和时髦感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盘点一下它在这部综艺当中的造型 看看娇小身材的女生如何穿出2米8的气场 第一个造型呢几乎全都是沉稳的颜色 短款的黑色西装外套 长款的牛仔裤 牛仔衬衫和帆布鞋 这个短款的西装外套呢拉高的腰线 配合长款的修身牛仔裤 视觉上呢让身材的比例变得非常的好看 这件外套呢从正面看起来是比较普通的款式 但是后背啊是有这种流苏的装饰 这件西装应该是来自意大利品牌Blaze Milano 大家最出名的呢就是西装 都是米兰最顶尖的设计师和工匠 全手工定制的女性西装 这件呢在官网已经找不到了 但它的价格应该就是在1万左右的样子 它穿的这条牛仔裤是来自J.W.Anderson 那这条呢是牛仔面料的质地 目前官网还可以买得到的是黑色的铜款 裤脚呢是开洒的设计 后面还有季带的装饰 价格呢是4850元人民币 这边的鞋呢是来自匡威 是一个黑色的匡威基本款 高腰的帆布鞋 它的价格是569人民币 它非常喜欢搭配各种各样的帆布鞋啊 所以说娇小的女生呢 不用排斥穿这种高腰的吃脚踝的鞋 也不用排斥长裤 只要掌握拉高腰线的诀窍 整体的比例就对了 同样也能穿出时髦和精致的感觉 在这条造型上呢 它有搭配一个包包 是来自Dior的Bobby小号手带 这个包包的价格呢是27000元人民币 其实不用花这么多钱啊 这一身在ZARA就可以找到同款 今年的ZARA呢 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因为它出了非常多款式的短款西装 接下来是第二个look 王子文在欢乐颂时期呢 会穿一些比较跳的颜色 那这次在综艺上呢 反而多数都是沉稳的色调 搭配出的简约时髦风 这一身呢是一个黑白的调温打底强袖 是一个比较修身的款式 搭配米色的运动裤和黑色的毛线帽 另外它有在这一身上搭配一个白色的T恤 是来自Stacy 这是一个来自美国的潮牌 它的设计呢都是比较街头风 会融合一些滑板服啊 工装服的元素在里面 那这件T恤的价格呢是172美金 值合人民币大概是1100块左右 第三个look呢 是它跟约会对象去溜冰时候的穿搭 很日常休闲的风格 羽绒外套搭配了一个墨绿的连帽卫衣 这一身呢又适合帆布鞋的搭配 首先这件卫衣是来自Sleek 它的价格是5200 那如果卫衣单穿的话 会有一点点的普通 所以它在里面呢搭配了牛仔衬衫 加上短款的羽绒外套 是很简龄很青春的 那遵循了上宽下紧的这个原则呢 它有穿一条修身的牛仔 所以整体的搭配呢非常的有层次感 其实我们才盘点到第三套 可是大家有发现吧 牛仔衬衫和帆布鞋已经出现了第二回了 那这两个呢都是非常有青春符号的单品 第四个look呢是他们一起去打台球的时候的约会招 外套长裤卫衣和球鞋 也是一个看上去非常舒服的休闲风格 那卫衣呢是来自BM 它的价格是220人民币 这个卫衣呢是卷编的效果 它在里面搭配了一个白色的T恤 叠穿会比单穿好看很多 当然这件卫衣呢也是高腰的款式 第五个look呢是白色的阔形大衣 搭配一整套的深红色卫衣 这个大衣呢是来自Ero 它的价格是5200人民币 深红色的卫衣套装呢是来自Helmetland 它是一个美国牌子 那多数呢都是非常极简的风格 这套卫衣呢上衣是195美金 约合人民币1300元左右 裤子呢是180美金 约合人民币1200块 第六套呢是一个非常可爱的 上面有这种笑脸图案的卫衣 这套呢是有一点街头风 那它是来自Mayhem Nervis 它的项衣呢是1590元 裤子呢是1092元 我觉得它应该蛮喜欢这个品牌 因为这套衣服呢 它有一个同系列的短款 应该比较适合夏天穿 它在微博里面呢有分享过 第六个look呢是它拍广告时候穿的牛仔衬衫 这个衬衫呢是来自Philip Lim 官网呢已经找不到它的同款了 但从它的相似款来看呢 应该是在3000块人民币左右 那这又是一个牛仔衬衫和黑色长裤的搭配 这个造型呢非常的简约高级 是一种毫不费力的时髦 接下来是比较女人味的一身look 这件外套呢非常的有设计感 前面看起来是这种V领的毛泥夹克 后背呢又像是一个连衣裙 有露背和不规则下摆的样式 非常的特别 那它的价格呢是12000人民币 这身look上它有搭配一个牛仔短裙和长筒靴 而且它有搭配一个非常干练的发型 我觉得自从它流长发之后呢 就越来越美了 相比取消娇时期的古灵清怪呢 就多了一些女人味 第八个look呢 是一个卫衣搭配了一个很可爱的羽绒的围巾 那这件卫衣呢是来自Celine 它的价格是646美金 结合人民币4200块 这个围巾呢是来自Mary Meco 那如果你喜欢它的图案 但又不想花过多的钱 在一件衣服上的话 可以关注一下优衣库 它们每年呢都会和Mary Meco出合作的系列 第九个look呢 就是它公布自己有孩子发的那张照片 是白T恤和一个非常简约的米色长裙的搭配 当然还有帆布鞋 那这帆布鞋已经是今天第三次出现了 这条半裙呢是来自Philip Lim 它的价格是495美金 约合人民币3200元 一般娇小身材的女生呢 都会比较排斥穿长裙 或者会在长裙下面配个高跟 真的可以参考一下王子文的穿搭 只要尽量的拉高腰线 打造好的身材比例会比穿高跟鞋重要很多 那第十套呢也是本期的最后一套 是非常适合春天的清爽的look 这一套呢我是在它的微博上看到的 是一个镂空的上衣和一个高腰的裤子 那这两个单品呢都是来自Isabelle Morant 镂空的上衣价格是在2200块人民币左右 在这一身上面呢 它有搭配一个longchamp的包包 这个包呢是4000块人民币 虽然这一身呢不是综艺里面的 但我觉得它非常的适合春天 而且又是一个打造完美身材比例的经典案例 因为整个人看起来呢是往上走的 非常的干练和清爽 而且也很精致 好那以上呢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有没有你喜欢的风格呢 欢迎留下你的想法哦 也请帮我点赞订阅和转发这下talk 我们下期再见哦 拜拜 拜拜